好了,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诗篇二十七篇,我们继续查这篇诗篇,其中有一句很特别的是诗篇二十七篇诗节,我父母离弃我,耶和华必受留我。 这个经文讲到,无论人对我怎么样,这是父母对我们最好的,如果真的离弃我们的话,神也必受留我们。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经文,诗篇二十七篇一节开始,耶和华是我的亮光,是我的拯救。 我还怕谁呢?要华是我生命的宝藏,我还拒谁呢?那作恶的,这是我的仇敌,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叠扑倒,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,我的心也不害怕。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,我必仍旧安稳。 然后我继续读完哈,然后有一件事,我曾求耶和华,我仍要寻求。 这是一生一世,住在耶和华的殿中,占染他的永美,在他的殿里求问。 因为我教育患难,他必暗暗地保守我,在他的庭级里,把我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,将我告举在磐石上。 现在我得以昂守,告过四面的仇敌,我要在他的账目里换人献祭,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 耶和华,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,求你垂听,并求你连续我,应允我。 你说,你们当寻求我的面,那时我心向你说,耶和华,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 不要向我掩面,不要发怒赶足仆人,你向来是帮助我的,救我的神啊。 不要丢掉我,也不要离弃我,我父母离弃我,耶和华必收留我。 耶和华,求你将我的道指教我,将你的道指教我,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,祝其所愿,因为妄作见证的,和口吐送言的,起来攻击我。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,就早已上胆了。 要等候耶和华,当账胆,账胆,建顾你的心,我要说,我再说,要等候耶和华。 这个,这篇诗篇是讲到,大卫,他形容他与神的关系, 形容他在神里面的安全感,神的保护, 而且他寻求神真的很想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 我们就开始看,耶和华是我的亮光,是我的拯救,我还怕谁呢? 他是我的亮光,他照亮我的心,将神的光放在我的里面, 让我不再住在黑暗里,让我的生命是光明的,前路是美丽的, 他是我的亮光,他将光放进我的生命里,也带领我们,改变我们的生命, 叫我们的生命活在光明之中,我们感谢神,神是给我们盼望的, 他从黑暗里救我们出来,是我的拯救, 他拯救我们,他拯救我们,脱离罪,脱离魔鬼,脱离地狱, 神拯救我们,也拯救我们,脱离我们的困难, 我们所遇到的困难,他会给我们力量。 我还怕谁呢? 如果神是我的亮光,是我的拯救,他必定帮助我, 我还会怕谁呢?有谁我需要怕呢? 我完全不需要怕任何人,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, 神必定爱我,神必定看重我,所以我不需要怕任何人, 我知道神必定保护我,必定祝福我,我不需要惧怕。 然后,要的话是我性命的保障,就是他会保守我们的性命, 叫我们,必定在神的里面,他会祝福我们,他会保护我们, 他会保守我们,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,没有人能够害我们的。 那,作恶的,这是我的仇敌,前来吃我肉的时候,就半叠扑倒。 那时候,很多人的困难是什么呢? 就是觉得,好像被人攻击,被人伤害,有些人陷害他们, 所以他们就觉得,没有盼望,被人说一些不好的话,就觉得没有盼望。 其实,人能把我怎么样了,人不能破坏神的计划,神必定保守我们,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,就是说,任何人,就是他们来攻击我, 这个经文说,来吃我肉的时候,他们就半叠扑倒,神必定保守爱祂的人。 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手,辱骂我们的手,他们就是辱骂基督,神必定不喜悦的。 很多人就说,啊,我的家人啊,我的,啊,我的,啊,我的奖辈啊,我的家众的,啊,上一次有人说, 他的奶奶就是在家众都是,啊,说很多负面的话。 啊,其实当我们明白,他们也是被罪影响,所以他们会伤害家人。 我们不放在线上,就不会被他们,啊,这么影响。 我们就相信,无论什么人,啊,就是有些时候有基督徒会攻击我们,也不怕。 我只要跟从神,我找到,怎样跟从神,怎样,啊,处理这个问题,我就不需要惧怕。 我完全地依靠神,祂必定为我开路的。 任何人攻击我们的手,我们都不需要怕。 而且那些,啊,不属神人攻击我们的手,神会攻击他们,所以他们就半跌扑倒。 他们就没有盼望。 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,虽然有军兵这个是,啊,啊,他们很有力量, 他们也有武器,但我心还不惧怕,因为神必保守我。 如果有一天在逼迫的时候,受逼迫的时候,是我们,啊,我们要,啊,离世的时候,我们也不怕。 离世,我就去天堂了,见耶稣了。 啊,如果不是离世,他们就去,啊,攻击我,啊,说不好的话,或者去打我。 啊,有些人很怕,但我知道神是掌权的。 这一点,是我的,啊,为什么有平安呢? 啊,为什么我不怕这个,啊,大灾难? 你知道耶稣曾经说,在末日最后的时段,有一段,啊,大患难的时间,非常大的。 以前没有,以后也没有,在这个时候,敌基督起来,敌基督会攻击基督徒,会伤害基督徒,会杀基督徒。 基督徒,圣经里面说,在启示录十三章,讲到,基督徒,啊,就,啊,要买东西的话,他们要拜,要拜这个寿。 啊,这个寿,啊,这个寿,这是敌基督,拜这个寿,啊,或者是,而且要受他的印记。 但,基督徒怎么办呢?我们不能拜,怎么办呢? 基督徒可以做的,就是,我们知道神必定有供应,因为在,启示录,讲到在,大灾难的时候,基督徒还在。 啊,我们圣过,这个,这个寿,圣过魔鬼,是因,啊,高原的血,和他,和他们所见证的道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,基督徒还是能够站立得稳,虽然有些基督徒被杀,但我们就说,虽然来到这个时候,被逼迫的时候,我也不怕,如果我要死,就死吧,就去天堂。 如果就是,在地上受苦,我们可以对神说,啊,求你减少我的痛苦,减少这个,啊,当他们打我的手,减少这个痛苦,痛苦,啊,或者是,将这个痛苦完全的,啊,挪走,叫我不感受到痛苦,啊,耶稣曾经说,当他们将你带到君王,君,君王, 在祝侯面前的时候,受审判的时候,你不需要细想说什么话,因为,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,圣灵也会告诉我们,可以怎样做? 我们就,其实在大灾难的时候,就是基督徒完全需要依靠神的时候,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可以依靠,因为有钱也不能买东西。 因为,啊,经文说,啊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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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啊,受印记,啊,或者是拜受,才能够,才能够,啊,买卖。 所以我们就说,啊,啊,啊,神必定保守我的,神不会,叫我们,啊,基督徒很快就死掉。 我们就相信,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 有一次,有一个人对我,说很多不好的话, 我的心中有一个意念,我曾经对神说,我,啊,我相信,靠着主,我可以面对大灾难,面对逼迫,我有这个心理准备。 有一天,面对逼迫的时候,我还需相信神的同在,神的祝福。 然后,这句话就来到我心中,这个人还没有打理,啊,他就是说不好听的话,说一些负面的话。 这个逼迫还不去打理,所以不是这么严重,我想一想也是啊,虽然他说的话不好听,都是负面的。 但,啊,如果我能够面对被人打,我能够面对被人骂啊,我就说,不要紧,不要紧,啊,不要,我不要,啊,放在心上,我不要被他影响。 这个就是,当时我就,啊,放下,所以,我希望这个经文讲到,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,我的心也不害怕,我知道神与我同在。 虽有人骂我们,有家人骂我们,甚至有基督徒骂我们,伤害我们,我们也不怕,因为他们不能敞夺神的恩典。 当我们的心是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,什么攻击我们也不怕,这样的话我们更有平安,更有力量。 但当人很惧怕的时候,他们就会,啊,有人骂他,他就觉得,啊,我活得很苦啊,我很辛苦啊,我很痛苦啊,就是会,总是在辛苦之中。 但我们说,我不怕,因为神与我同在,神必定帮助我,神必定陪伴我,必定加力量给我。 他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计划,只要我爱神,尊重神,侍奉神,神必定祝福我。 神为爱的人预备的,是眼睛未曾看见,耳朵未曾听见,人心未曾想到的,他为我预备所有的恩典。 所以我不怕,任何人来到,我知道神是掌权的。 如果神要将这些军兵都赶走,他可以的。 他可以让这些军兵也看不到我,他也可以帮助我从监狱里走,走出来。 就好像彼得,这个,啊,天使就为他开了门,他就可以走出来。 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的,因为他是全能的。 当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,而且他看重爱他的人,我们就什么也不怕。 我希望我们都是,每个都是这样,而且不怕人的骂,人的负面的话。 好了,然后,虽然心己都刀兵攻击我,我必仍旧安稳,安稳,平稳,安静,没有问题。 你看看这个图片,右边的,神若帮助谁能抵挡。 就是这么,好像一个巨人的脚,要踏在我们身上,我们还不怕。 因为神与我同在,神是掌权的,我什么也不怕,什么敌人我都不怕。 哈利路亚。 然后,大卫就讲到他最可恶的是什么? 他说,有一件事,我曾求耶和华,我仍要寻求。 这是一生一世,住在耶和华的殿中,占染他的荣美,在他的殿里,求问。 他所求的就是说,最重要,最重要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,在神的同在。 在神的同在,我们都是圣灵的殿。 圣经说,我们是圣灵的殿。 圣经也说,这殿后来的荣耀,比以前的荣耀更大。 这个殿就是教会,就是神的儿女。 可能你们会说,有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很软弱, 但有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很好,当他们亲近神的时候,他们的生命很好。 我们亲近神,我们就是神的殿,神就住在我的里面。 所以,新约的基督徒,随时随地,都有神同在。 其实,在基督律圣经,大卫也说,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 因他在我右边,我便不惧摇动,因此我的喜欢喜,我的灵快乐,我的肉身也要黯然居住。 他不一定是在圣殿里面,他随时随地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。 我们也是这样,神啊,我愿意来到神的教会,神的圣所。 我愿意常常留在你的同在,常常爱慕你,思想你。 我整天尽量在这一种爱慕神的状态。 常常爱慕神,神啊,你真美好。 耶稣,你真美好。 神,你真美好,你常常陪伴我们,你常常与我们同在。 我就是依靠你,仰望你,你与我们同在,你陪伴我们,你赐力量给我们。 我希望我们都相信,我最想的就是活在神的同在,在神的殿中,可以占染他的优美。 在他的殿里求问他,可以常常在神的同在里面。 其实怎样能够在神的同在,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 心灵包括灵与魂,包括魂,包括思想,意志,感情。 整个思想,愿同神是最美好的,神是最美善的。 依据,我决定跟从神,我的依据,我决定跟从神,我全信全意跟从神。 感情,我喜悦神,我喜欢神,我赎散神的恩典,我就很喜欢他。 这个,这样的话,如果我们的信里面说,神是最美好的,圣经是最美好的,我跟从神就足够了。 然后,我的信义,就是全信全意的跟从神。 然后,我也以神为乐。 神是我的喜乐,神赐给我的恩典这么多,神创造万物这么美好,神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这么美好,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这么美好。 所以我们就说,神这么美好,我们就喜爱神,当我们喜爱神的时候,我们诈美主, 一边诈美主,一边喜悦神,也相信神必定呼应我们,必定与我们同在。 神的同在就临到我们身上。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种心态,能够常常活在神的同在。 我本来想放上去的,是我一个影片,我放在网上。 我就是示范为一个人祷告,我为他祷告,我没有按手在他身上,我就是呼求神,能力就马上传递到他那里。 他马上就整个身体摇动,后来整个身体就跌,跌在神的同在里面。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,约翰和扫罗见到荣耀的耶稣都跌倒在地上,都跌倒在地上。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,我们呼求神,神啊,你与我们同在,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。 这个姐妹,我这样呼求的时候,她就马上感受能力,她就整个人就经历神的能力。 其实有另外一个姐妹,她刚刚告诉我,她说,其实当时我示范的时候,她在这个教堂的后面,她站着也感受这个力量。 我所说的是什么?是神是奇妙的,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 当我们整个心灵爱慕神的时候,神的同在就强烈地临到我们身上。 神啊,你真美好,你真美好。 你常常亲近,亲近你的人,当我们亲近你,你必定亲近我们的。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,你必定与我们同在。 这样你的同在是最美好的。 然后,因为我遭遇患难的时候,他必暗暗地保守我,在他庭级里,把我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。 他将我保守我,将我放在他的账目的隐秘处。 就好像一个人将他的财宝,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 神会将我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,保护我们。 其实有神的同在是非常奇妙的。 我希望我们都用心去见见神。 这是常常用心灵去爱慕神。 用心灵很自由的。 Hallelujah! 我刚才所说的,就是说,我们是神的殿,神的圣殿。 神住在我们心中,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 我们一生一世就住在神的殿中,与他有亲密的关系。 常常活在他的同在。 然后,他就将我们放在他的账目的隐秘处,去保护我们,去祝福我们,去陪伴我们。 他就常常与我们同在。 保护我们,祝福我们。 也将我们告举在盘石上。 将我们放在一个尊贵的地位,叫我们成为尊贵的人。 现在我得以昂守,告过四面的仇敌。 我要在他帐幕里,换人献祭,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 所以在仇敌面前,我不惧怕。 我有胆量,我有力量。 而且我要换人的献祭,我要唱诗歌颂。 大卫在这个旧约的时候,他还是这样,喜欢赞美主,亲近神。 我们今天,我们每个基督徒,越亲近神,都可以被圣灵大大的充满。 因为在新约的时候,这个圣灵的教官,已经允许给我们了。 所以当我们多亲近神,越亲近神就越平安,越有力量。 越可以经历神的同在,越可以经历神的鼓励,神的爱,神的平安。 所以我们,我希望我们都是,很喜欢的,很开心的唱诗歌颂神。 常常的赞美主,爱慕神,就会住在一会儿的店中,常常与他同在。 然后,就可以,他也保护我们,祝福我们,随时随地地陪伴我们。 然后,他大会求神啊,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,求你随听,求你连续我,应允我。 你曾经说,你们要寻求我的面,那时我信向你说, 耶和娃,你的面,我正要寻求,我要寻求神的面。 什么意思呢?神的面,这是神的同在。 神啊,我愿意你来到我面前,你的面来到我面前,我面对你,我最喜欢。 我寻求你,我想与你有亲密的关系,常常与你同在,常常被你更新改变。 然后,大会说,不要像我,对不起啊,我看一看啊,烟面,对不起啊。 不要像我烟面,不要不亲近我,不要离开我,不要发怒赶足仆人,不要因为我的罪而赶足仆人,我向你悔改。 求你常常陪伴我,帮助我,你上来去帮助我的,救我的神,不要丢掉我,不要离弃我。 就是说,神啊,我要与你有亲密的关系,我不要离开你的面,我不要离开你的同在,我不要失去你的同在,失去你的恩典。 我父母离弱我,耶和阿比受留我。 就是,他,其实这句话,他是相信,他知道,神必定受留他。 就是,即使他的父母离弃他,他还会,神也不会离弃他。 啊,所以他放心,啊,对不起啊,是眼,我看不清楚,眼面啊,不要,不要,啊,像我眼面。 啊,耶和阿比受留我,比与我同在,必定陪伴我,必定与我同在,神啊,我感谢赞美你,我感谢赞美你。 你必定受留我的,虽然人抗拒我的时候,虽然人抗拒我的时候,你必定受留我,我们就放心,相信,我们必有神的同在。 耶和阿比,求你,将你的道指教我,指教我怎样跟从你,带领我的道路,让我不要走坏的路,因我仇敌的缘故,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 不要把我交给敌人,不要,啊,要保护我,帮助我走这条路,是你保守的。 常常与我同在,保守我的生命,保守我们所有的一切,我们有的属灵生命,求你保守。 帮助我怎样走在你的路上,让我的属灵生命不会被破坏。 保守我的家庭婚姻,叫我的家庭婚姻不会影响我的生命。 保守我的事奉,保守我的工作,让我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。 当他们起来攻击我的时候,神不要将我交给敌人,你必定保守我的。 我若不信,在活人之地,得见耶和华的恩惠,早已上当。 就是说,我知道,神必定与我同在。 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,完全没有盼望,在活人之地,不能看见神的恩惠。 如果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,神是远离我们的,神只是在天上,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,没有神的同宅,没有神的恩惠的话,这样的话,我们就会丧胆了,就没有平安,没有力量。 但我们知道,我们必定在活人之地,但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,当我们遵从神,爱神,侍奉神,必定看到神的恩惠。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相信,我们必定可以看到神的恩惠。 神必定与我同在,神必定陪伴我,神必定帮助我,我不需要惧怕,因为神必定有恩惠为我预备。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相信,虽然有人攻击我们,虽然事情不顺利,虽然我们有疾病的时候,虽然有不好的经历。 神也必定有恩惠,虽然有困难的时候,这个困难的时候,必定过去,而且在困难的时候,神必定帮助我,这一点很重要。 在困难的时候,神必定与我们同在,但我们在困难中总是依靠神,神必定帮助我们,神必定加力量给我们。 神必定有恩惠为我预备,叫我在困难的时候得力量。 我希望我们都相信,在活人之地,我们必定能够见到神的恩惠。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做了?等候耶和华。 上胆,建顾你们的心,等候耶和华。 就是说,有神我必定能够勇敢,我必定能够不惧怕,我必定等候神,他必有他的方法去帮助我。 他必定与我同在,神与我同在,神必定帮助我。 所以我们等候神,等候神,不一定是等候神说话,等候神可以是等候神的力量,等候神的帮助。 就是专心想着神啊,我们感谢你,我们赞美你,敬敬你。 神的平安就可以来到我们身上,这个就是等候神的同在。 神的平安,神的力量加在我们身上,我们就可以有力量。 这个非常重要,我们学到怎样用心灵和程序敬拜。 整个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和我们的灵去敬拜。 随时可以经历神的平安,神的力量,神的同在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能够有力量,面对任何的困难,能够有力量,在任何情况都得胜有余。 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,感谢天父。 天父真好,天父真好,天父真好,天父真好。 爱我们的,神是极度爱我们的。 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。 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,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同在。 神必定祝福我们的,我们就不惧怕。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的。 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。 我现在看一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影片,可以放在,给你们看一看。 感谢天父,感谢天父。 希望我们都相信我们是神的店,神与我们同在。 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,见到神的同在。 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,经历到神的同在。 你们可以现在站起来,在你的地方站起来,放松自己。 我这样祷告,你看一看。 你心里面喜悦神,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个力量。 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,你真美好啊。 耶稣,你真美好,我感谢赞美你。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。 你常常来到我们身周围,在我们前后,软绕我们,按手在我们身上。 你也居住在我的心中,与我们同在。 我们欢迎你,我们喜悦你。 你是美善的神,你所做的都是美善的。 你是非常美好的神。 主啊,我们可慕你,我们可慕你,我们很想与你有亲密的关系。 请你帮助我们,感谢你,爱慕你。 想到你的恩典,我们就喜悦你,我们就喜欢你。 我们从心里,喜悦神的救恩,喜悦圣灵的感动,喜悦圣灵的帮助我们, 与我们同在,常常陪伴我们。 我们就感谢神,神啊,你真美好,你真美好,你常常在我们,前后环绕我们,常常祝福爱你的人。 我们相信你,依靠你,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。 哈利路亚,赞美天父。 帮助我们求你,帮助我们投入的爱你,投入的感激你,喜悦你。 以神为乐,感谢赞美主,感谢赞美主。 哈利路亚,哈利路亚,释放我们的灵,将我们所有重担都除掉, 帮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去爱慕你,仰望你,亲近你。 感谢天父,赞美天父,祷告,奉主耶稣基督圣明,阿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